希腊的第二道城市塞莎洛尼基 目前人口约一百万人 因面临北爱琴海海湾 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三岗 西元前315年 马其顿国王卡珊德 建立城市 其名称还有个塞莎人的胜利的故事 西沙罗尼基 你们要记得到时候我给你们讲很多神话 尼基的意思就是胜利的意思 你们的鞋子 Nike 有没有 那个就是胜利女神 所以尼基 他们叫尼基 Nike 都给人家尼基 就是胜利女神 所以呢 这个呢 他就是因为塞莎丽人的帮忙之下 所以他打胜仗 刚好这天打胜仗 所以这个妹妹出生 所以呢 菲利浦二世就把他取名叫做 西沙罗尼基 也就是以色 以撒猎人的胜利 这样了解吧 西沙罗尼基于1988年 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城市 1997年再被列为欧洲的文化之都 其市区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 大家看到左手边 这个呢 很像那个土耳其的大市集 右手边这个是17世纪的青山市 所以在这边会看到很多就是这种的建筑 所以1988年 1988年赛萨罗尼基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1997年它被列为欧洲的文化之都 这是加莱里乌斯拱门 西底部及墙面的石标图像故事 为纪念加莱里乌斯打败博士的入侵 远方的云里建筑是加莱里乌斯的林墓 古门是299年到300年后面是300年到303年 没低 阿伯西拉在大陆罗尼基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